一個聯邦陪審團已經定下身於波斯尼亞的男子 亞迪斯·麥敦加恩 在2009年企圖為基地組織爆炸紐約市地鐵的罪名屬殺 亞迪斯·麥敦加恩在9月7日被判刑時 很可能面臨無期徒刑 該陪審團裁定他犯有所控的全部九項恐怖主義罪名成立 其中包括在阿富汗 陰謀殺害美國士兵以及與基地組織互相勾結 麥敦加恩的律師在法庭上說 他曾經退出在美國最為繁忙的地鐵系統內引爆炸彈的陰謀 他們承認他曾經前往巴基斯坦參加泰利班 但是他並沒有在紐約造成死亡和破壞的意圖 在這次的情況下 我們是否仍然會有很多大意義 我們是否仍然會有很多大心 在這次的情況下 是否仍然會有太多十分 就算是因為一般的